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大午安 我是王陽正 今天一早 日本又再一次的拉警報了 因為北韓完全無視於 國際社會嚴厲的制裁 今天又再度的試射了飛彈 而且這飛彈 飛越了日本北海道上空 這一次是射得更高 射得更遠 就是要證明 他有能力可以射到關島 絕對不是之前說說而已 那麼現在南韓軍隊 也有立刻發動反擊的行動 發射了飛彈 那麼同時 之前我們也聽到 南韓說他們要組成一個 斯巴達3000部隊 目的就是為了要斬首金正恩 現在恐怕腳步要更加的快速了 那麼金小胖完全不受扣 到底國際局勢 會不會更加的緊張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要深入討論 很奇怪 台灣其實也沒什麼好制裁人家 也沒有什麼好去跟人家挑釁的 當然我們要關注國際情勢 但是我們的蔡總統 搶在安倍晉三 搶在南韓總統 搶在川普 搶在大陸 搶在俄羅斯之前 先發了一個全面譴責北韓 而且還要幫忙制裁北韓的 新聞稿 聲明稿 我們想問的是 如果把金正恩給激怒了 他們到台灣來找麻煩 我們的國防武力擋得下來嗎 不要說武器 今天告訴你的事 我們連徵兵 募兵的員額都不夠 沒有兵力 又自斷手腳的國防 如果北韓來了要怎麼辦 首先資深媒體人 黃敬平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 熊明玉 大家好 還有資深的也是媒體人 然後政治媒體人 黃子哲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國務院長立委王玉銘 大家好 還有國務院長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好 前不久我們才看到 飛彈飛越北海道上空 今天就又來了 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 預防委員 這個金正恩 感覺他的怨念越來越深了 這個怒火很顯然的 已經讓局勢更加的緊繃 我想金正恩 他是有一個計畫 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你幹嘛要打這麼多 但是金正恩 我認為他的計畫最重要是說 我現在雖然成功發射了 但是我還沒有把握 你知道他這次發射的是 叫做佛星12型 佛星12型這個飛彈 他失敗過三次 包括今天的成功 成功了三次 所以基本上他也不能說 完全是一個穩定的系統 所以對於北韓來講 他們覺得可能還要再進行 更多次的這樣一個測試 才能夠對他的性能 百分之百可以掌握 尤其他現在正在把他的核彈頭 要把它微小化 他微小化以後才能夠裝到這個 彈道飛彈上面去 然後把它打得更遠這樣 所以你要把這個核彈 要把它微小化的話 你要把它裝上這個彈頭 去發射看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 這樣一個結合 所以我覺得他還會 繼續持續下去 譬如說北極星這個14型 我也覺得 這個佛星14型 我也覺得他也會繼續發射 因為到目前為止 這個佛星14的彈道飛彈 是佛星12的 這樣的一個等式先進版 到目前為止 他成功能夠兩次 成功兩次 對他來講他是不放心的 我覺得他可能要 希望能夠六次八次的 這樣一個發射成功 他才能夠掌握 結果美國的飛彈的測試也是這樣 一定要經過很多次 然後才能夠掌握 這個飛彈的這樣一個性能 然後對他才有信心這樣子 因為接著才能夠大量的生產 這個大量生產以前 如果你對他的性能 沒有100%的把握的話 你量產了以後 花了很多的錢 花了很多功夫以後 最後發現這個系統是不穩定 這就麻煩了 所以我覺得佛星12也好 佛星14也好 我覺得他會繼續做測試 到他完全能夠掌握為止 他對佛星這個12 為什麼會那樣子的 特別的有興趣 因為這個飛彈可以打到關島 因為他的射程大概是 3000多到大概6000出頭一點 所以打到從北韓到平朗 到關島大概是3500公里 所以他這個飛彈 如果把它做得非常的穩定的話 對於他恐嚇美國說 他有必要說 他就要打到這個關島 那就更加的有這樣一個 威嚇的力量 而且他這個系統 再把它研發得更成熟一點 未來甚至可以威脅到這個夏威夷 所以佛星看起來 他現在集中在研發的 彈道飛彈的良心 一個就佛星12 一個就佛星14 佛星14就是標準的 中期彈道飛彈 他的射程已經超過1萬公里 1萬多了 所以他打到美國的西岸 已經是綽綽有餘了 打到美國的西岸綽綽有餘 這是金正恩在這一次 傳遞最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 上一次2700公里對不對 但是關島離北韓多遠 3350公里 2700來回還差個600 可能打不到 這一次人家一射 不只是要打到關島 還可以飛過去3700公里 換句話說 在這一次射了飛彈之後 金正恩傳達最重要的訊息 給美國是 你有在開玩笑嗎 關島真的在我的攻擊 還有射程範圍裡頭 只要我想稍微調整一下 關島我可以打得到 現在看起來 就是今天最新的川普的反應 看起來就沒有像以前 這麼的強硬了 不敢講話了 對 他就是說你們所有 他的表達出來的態度 就只有說我知道這件事情了 剩下處理的後續 你們就去問一下國安單位 或是問一下國防部 就沒有再像以前 有這樣子的霸氣 就說一切我都可以來 然後我就可以再做任何的反擊 看起來川普今天是 他的反應是 比較讓人家覺得意外的 但是不可否認就是說 這一次金小胖 他突然的又來射擊 應該是針對就是前幾天 聯合國通過了 對北韓的嚴厲制裁案 就是包括了第一個 就是減少他的這個 對北韓的石油的進口 至少減到30% 然後還有就是讓 禁止他的紡織品出口 你要知道說 這個紡織品出口 是僅次於北韓的 第二大的生命線 他的經濟來源體就是煤礦 如果你禁止他的紡織品出口的話 現在整個預估是減少北韓 至少225億台幣的 一個經濟的收入 對 當然很多人 就我們待會討論一些後話 就是說是不是他這個 嚴厲的制裁案 其他的國家都會配合他 因為很多的歷史證據顯示 就是安理會是制裁他的 但是真正會配合的 會傻傻配合的這些國家 只有非洲的聯盟 而且只有非洲的七國而已 全世界的國家 還是會一些眉來眼去 尤其是大陸 他還是會偷偷的 跟北韓進行一些交易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次其實制裁最嚴厲的 還是對於石油的禁運的部分 雖然就是說安理會本來就是 本來要進行更嚴厲的制裁 但是大陸跟俄羅斯 在後面扯後腿 本來這安理會的決議是說 我要整個切斷 他原油的石油的供輸 至少50% 可是因為大陸跟俄羅斯的反對 後來減少到30% 從55%要切斷他的輸油管 然後後來就是減到30% 但是儘管減少這麼多 就是說北韓跟 還是中國跟俄羅斯 還是基於情義 就是說希望還是可以留給 北韓的一點深入 但是就是說包括 就是切斷了石油的30% 跟紡織品的供應 還是讓北韓的外匯年收入 至少減了375億 那就會造成這個 他們還是希望用這個經濟的制裁 來對金小胖 就希望說你比較沾沾 你看包括這幾次 第六次的核事報 然後還有兩次對日本的攻擊 這整個是大家都要跳腳 跳起來了 但是看起來這個安理會的制裁 對金小胖完全沒在怕 他現在就是整個 又是整個絕地大板工 我覺得他還是用這種 因為他現在所謂的籌碼 他現在所謂的一個籌碼 就是還是希望逼 逼包括美國所有的國家 可以坐下來跟他和談 然後不要再採取這種 很嚴厲的制裁手段 希望這些西方國家 可以對他做一些讓步 看他現在握在手裡面的 還是只有這個軍事可以逼退 可是能不能達到效果 我覺得川普應該現在心裡 還在想 因為你看他今天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後續 還是要看美國的作為 然後我覺得周邊國家 然後才會再有一些 相關的措施 對 會不會制裁這個北韓 今天看到一個訊息就是 Youtube他們就下掉了 兩個北韓的頻道 因為說這個Youtube頻道 你只要點閱進去的話 那個錢都會進到 金小胖的口袋裡面 所以這也是一種 制裁的手段 好 我們馬上就先來帶您看 在今天日本本來很緊張 那個時候交通一度受阻 就是因為北韓又發射飛彈了 把大家搞得非常的緊張 當然國際社會 又是同聲譴責了 先來看最新報導 中午清晨 北韓再度向東方 發射飛彈 艷然向國際示威 日本JLR緊報簡訊整天響 新幹線跟著緊急煞車 日本東半邊民眾疾呼 全被下行 就地找掩護 這已經是北韓今年第16度 試射飛彈半個多月內亮度飛越北海道 同樣都從平壤旁的瞬岸發射 方越迪娜煤飛越北海道後 落入太平洋飛行2700公里 這回飛得更高更遠 總飛行3700公里 增加了1000公里 已經足夠飛底關島 日本政府嚴辭抨擊 卻沒有將飛彈擊落 因為飛彈進入日本領空 只有短短兩分鐘時間 南韓則立刻在周五上午 朝日本海方向 試射漩渦二型飛彈反制 有消息指出 與北韓軍事巧幸平平 南韓也開始有民意要求 擁有核武 以核治核 嚴懲金正恩 記者總統報導 好了 金正恩又搗蛋了 然後川普說起來了 中國大陸還沒講話 日本同聲譴責 嚴厲制裁 能做的只有這樣嗎 今天我們的焦點 美國算了吧 也只是打打嘴炮 中國大陸可能還在思考 要如何因應 日本被北韓拿來當籌碼 在手心當中把玩 我愛射幾顆飛彈 就射幾顆飛彈 從你沙頭上飛過去 你也只敢譴責我 不是嗎 所以今天重點 我們要談南韓的回應 不要忘記了 南韓總統文戰營 曾經在北韓八月底 試射飛彈的時候 就講過一句話 他說沒有人可以 把朝鮮半島變成戰場 除非我南韓先動手 果然今天南韓有動手 先來看北韓又射飛彈了 時間就在今天早上 大概8點57分 台灣時間是大概7點多左右 這顆飛彈跟上一次看起來 應該是同一顆火星12號 它飛啊飛的 飛了大概16分鐘 同樣飛過了日本 北海道上空 砰的一聲 掉到海裡面去 好啦 你會覺得 金正恩又射飛彈 射飛彈也不是新聞嘛 核四報它都在做了 射飛彈又算什麼 你錯了 這顆飛彈裡面 蘊藏非常非常多的道理 或者是北韓嗆聲的真理 因為這顆飛彈 它射程 它的高度 完完全全實現了金正恩 要把美國當成狗來打的狂語 來 先看 這顆飛彈 它飛越日本上空 高度770公里 射程長度 它射了多遠 射了3700公里 好 跟上一次射的 8月29號射的這個火星12 一樣飛過了北海道上空 當時它的高度550公里 射程2700公里 好啦 高度不看 2700跟3700 只一差差了1000公里 這1000公里的差別在哪裡 這1000公里的差別在於 我打不打得到關島 好啦 北韓或是朝鮮 跟美國在一起緊張情勢 就是因為金正恩一直放話說 要在關島附近射飛彈 很多人覺得說 虎爛 金正恩射不到 絕對射不到 大家不要害怕 他只是打把嘴砲 發發狂語 不用理他 上一次金正恩射了一顆 2700公里 飛那麼遠的飛彈 但是一樣有人說 那個關島距離北韓 3350公里 2700而離還差650 達不到 但這一次 他直接給你來一個3700 遠遠超過3350公里 關島跟北韓的距離 所以這顆飛彈 金正恩要告訴全世界 告訴全球 告訴川普 關島我真的打得到 3700我都打得到了 3350難道我會打不到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訊息 好啦 再來說 金正恩為什麼會選在9月15號呢 一般預料 上一次9月3號 他清淡事報完之後 如果要再導彈 要再搞鬼 會在什麼時候 9月9號嗎 9月9號不是他們的國慶嗎 不是他們太陽節嗎 結果9月9號沒事 大家以為鬆口氣 放心了 但是9月15號 他又搗蛋 為什麼 因為時間點往回推 在9月11號的時候 聯合國又說要加強制裁 甚至美國跟南韓 還好像合作 要把第一島鏈變成核武島鏈 來對付金正恩 要在南韓也放核子武器 要在日本也放核子武器 甚至還說台灣也要有 有沒有 好啦 這件事情 完全惹惱了金正恩 所以他在9月14號的時候 透過他的官方媒體 各個部會 第一把交易 第二把交易 通通出來放話 講說第一 我要火力包圍關島 第二 我要拿下首爾 平定南韓 第三 我要對美國造成 歷來最大的苦難 第四 我要教訓美國這幫強盜 還說要把美國當狗一樣 拿打狗棒狠狠地打到死 9月14號剛講完 9月15號馬上射飛彈 所以你發現了 在這些世界強權領袖當中 扣掉了只會講不敢做的川普 扣掉了現在還在思考 怎麼做的中國大陸 還有可能在背後 偷偷幫忙北韓的俄羅斯普丁 還有南韓的文在寅 還有日本的安倍晉三 只有一個人 說到 敢做到是誰 是金正恩 現在全球好像拿他 沒有辦法了 包含了川普 只透過他的國務院 他的國防系統 對外講說 我們知道了 知道了 然後呢 川普還拜託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你們好好管管北韓好不好 之前不是很兇狠嗎 不是說選項都攤攤桌子上面了嗎 不是說要用憤怒怒火 還有烈焰去攻擊北韓 要用北韓 嘗到前所未有的苦果嗎 現在冷處理 只說我知道了 還把責任推給俄羅斯 推給了中國大陸 川普 你快要被大家看破手腳了 好 再來看到了 包含了安倍晉三 他連續兩次了 8月29號一次 9月15號一次 這飛彈通通從我家頭上經過 但是不曉得是沒有能力 還是不敢去把這個飛彈打下來 兩次都被金正恩洗臉 洗完臉之後 能怎麼辦呢 除了叫大家趕快去避難之外 也就是出來說 國際要團結 好好譴責北韓 拜託中國大陸 拜託俄羅斯 趕快出來 關關北韓 關管金正恩 還能做什麼 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現在金正恩放話說 要用核彈炸成日本 要制裁主謀的美國老 要把他們像瘋狗一樣 被亂打死等等的 好像全世界拿他沒辦法了 只有一個人 好像跟金正恩一樣有種 他是誰 他就是南韓總統文在寅 好了 這個北韓之前核事報 9月28號射導彈 他照樣跟美國大規模的軍演 而這一次幾乎同時間 北韓導彈一發射 南韓馬上回進 玄武2號飛彈 甚至還對外放話說 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 斬首部隊 各位有沒有看過一部 韓國電影叫 《十圍倒風雨》 那個電影裡面 訓練的那一些部隊 那一些殺手 那些國情院跟軍方合作 訓練出來的殺人機器 就是現在我們要告訴你的 斬首部隊 而且這個斬首部隊不得了 有一個超兇的名字 有沒有看過斯巴達三百 三百壯士有沒有 不好意思 三百不夠看 這個斬首部隊叫做 斯巴達三百多一個零 斯巴達三千 不曉得是因為有三千個人 所以叫三千 還是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的戰鬥力 是三百壯士的十倍 所以三百後面 加一個零 斯巴達三千 關於這個部隊 他們訓練的過程 還有他們到底 有多強的戰力 有沒有可能真的 在戰爭發生時 對金正恩進行斬首呢 待會來賓會有深入的剖析 還有爆料一起分析 好啦 講完了國際局勢之後 來看看我們的台灣好了 我剛剛說了 包含了川普 這些人 我們先看上一張好不好 包含了川普 包含了安倍晉三等等的 通通多 不敢講話 倒是我們台灣話展很快 蔡英文總統 馬上召開國安會議 召開國安會議之後 總統府就出來講了 好 我們要強烈譴責北韓 我們要配合聯合國 加強制裁北韓 對 我們身為國際的一份子 當然應該出點聲音 但是拜託一下 不要去嗆聲 你怎麼知道競爭了哪天 你家蔡英文很有種 來 一顆飛彈飛過台灣上空 請問我們該如何自處 再加上在這第一島鏈裡頭 台灣也是成員之一 要是因此動盪不安 甚至爆發所謂的 第三次世界大戰 台灣的地方 台灣的安全 恐怕也是堪率的 這個時候我們默默地觀察 做好準備就好 不要隨便跟人家嗆聲 你以為你今天去嗆聲了 川普會覺得台灣好棒棒 再對台灣好一點嗎 不會 你多管邪事 只是自找麻煩 為什麼 別講國防武力了 我們連阿兵哥人都不夠 來看下一張手板 好 為什麼說阿兵哥人都不夠 今天告訴你最新的 木兵數字 我們現行的走兵力 1737,763人 據說這個數字還是美化過的 17萬人好像滿多的 錯 跟我們理想的總額 跟我們規劃中的總額 差了10萬8千里 來看看 我們最少應該維持的 均力元額叫19萬 跟17萬一差差了快2萬 我們的編制元額是19萬6千 而我們真正該有的總元額 最低總元額叫做21萬5千人 對照17萬3千人 直接差了4萬人 少了這4萬人 要是真的怎麼了 要是金正恩想怎麼樣 我們有足夠的戰力嗎 好 這是一個大文號 再加上少子化的問題 明明是國安問題 跟蔡總統講好多次了 來解決一下 他不要 他把錢拿去蓋鐵路 把錢拿去蓋一些沒有用的建設 把錢拿去綁裝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針對少子化 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的琢磨 少子化 年輕人越來越少 當兵的人越來越少 募兵制會越來越難 以後我們的兵力 會一直不斷地往下減少 這對台灣會是好事嗎 當然不 尤其現在蔡英文總統 你當家 你換了個行政院長 賴清德上來 兩岸關係好像也沒有 長足的改善或進步 你的陸委會動不動 就在教大家如何防止詐騙 叫大家要詐騙可以 但不要去大陸詐騙 好像大陸很壞一樣 這樣的政府 在兩岸關係動盪的時候 又無法維持足夠的兵力 別說北韓 只怕 中國大陸對台灣如果怎麼樣 我們大概都擋不住 美國看到了問題所在 他四度提醒我們的蔡英文政府 告訴台灣應該要恢復徵兵制 美國國防部也說了 你這個募兵又貴又費時 但蔡英文好像聽不進去 另外這個軍購預算挪去募兵 同樣也是弱化台灣的國防 因為你不買武器 把錢拿去招人 但人又招不到 這筆錢不是白花了嗎 現在美國國防部的前官員 還出來告訴台灣政府 告訴台灣人民 為什麼大家不來當兵 為什麼年輕人不來當兵 為什麼募不到年輕人來當兵 因為台灣政府沒有對年輕人 傳遞正確的從軍價值 應該要注重發展有力的部隊 兩個層面什麼叫有力的部隊 我剛剛告訴你了 南韓有所謂的斯巴達三千 碰到真正緊急的時候 非常有戰力 台灣有嗎 請問過去的憲兵特勤隊 請問過去的陸軍梁山特勤隊 現在有多少人 戰鬥力又有多好 通通打上一個問號 會不會未來我們的精英中的精英 連人都找不到進去訓練 這部隊恐怕不就廢掉了嗎 好啦 現在講了那麼多 告訴大家的是 應該要回到徵兵制 對台灣的國防可能會好一點 但蔡英文政府為什麼不做呢 別傻了 如果回復徵兵制 所有年輕人都要當兵 這些選票他敢得罪嗎 所以你注意到了 兩岸關係搞不好 對北韓嗆聲讓台灣的國防 必須要有吃重的預算 去加強 偏偏他又不肯找年輕人 來當兵 所以這叫做自找麻煩 我跟人家處不好 怕人家打我 我又不敢得罪年輕人 叫他們不要來當兵 請問我們的國防該怎麼辦 本來以為換上了一個 好像親中愛台的行政院長 賴欣德 但沒想到賴欣德上來以後 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重新編列中央政府總預算 預算一出來 大家都傻眼了 難道是為了軍工教要加薪3% 砍了各部會的預算嗎 而且砍最多的就是 國防部幾乎是被斷了手腳 一砍 砍了39億 不要說買武器了 恐怕我們的現行總兵力 會從17萬一路往下掉 這是台灣的國家之福嗎 馬上把時間換個疫情 我們還是要先從 北韓亂射飛彈 南韓出面反制 這是不是代表南北韓 出現了準軍事行動 第三次世界大戰要開打了呢 開始談起 好 謝謝佑正 今日最大掛 我們首先就來看一下 將近才半個月的時間 北韓就兩次行動 今天清晨又射飛彈 這一次的射飛彈 看到他是飛得更高 最高來到800公里 而更遠是甚至比上一次 延長了1000公里之遠 這個時候 金正恩想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就是我這飛彈可以射到關島 絕對不是說說而已 那麼紀文我們也看到南韓 他們現在也立刻提出了反制的行動 那麼是不是真的就代表著說 今天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 南北韓互嗆 而且互相射飛彈 代表這個戰火一觸即發 感覺南北韓 好像互相展示肌肉 但我必須講 南韓他是非常被動 主動權完全掌握在 金小胖手中 我們覺得很好笑 去年北韓總共發射30幾枚飛彈 今年還大概過了三分之二 他已經發射大概25枚以上 顯示這兩年 他是積極發展各種彈道飛彈 而且越打越遠 越打越精準 而且未來還要搭配氫彈 這非同小可 而且北韓其實真的 就是按照常理 大家認為就是好像南北韓 就是兩韓軍 韓美軍演的時候 北韓打飛彈 這個等於硬碰硬 但他不是 他的黨慶 他的國慶 什麼太陽節 現在是他認為有需要就發射 所以就是完全不按牌理處 這一次 大概一個多禮拜以來 我們發現南韓也是 面對這樣的狀況 他必要向老百姓展現一個能力 就是說我有足夠的軍力 能對抗你北韓這些亂射飛彈 所以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他之前已經打過玄武飛彈 今天又再打一枚 昨天還打了一枚 這個金牛座空對地的 精準的巡翼飛彈 但是外界不再想 有想一個問題 然後呢 你南韓然後呢 你能做什麼 你即使展現再多肌肉 金小胖還是一樣 射他的飛彈 而且越打越遠 他忠誠的已經打過了 已經證明他可以打到關島 未來他可能會試射更多的 可能是中程更長的 可以打到美國本土 會打到他認為 可以想打到的地方 你這樣的時候 你韓國能做什麼 還是再射玄武飛彈嗎 還是再打精準武器 你完全展現不出來一個 你能應對的問題 而且我們都知道 對南韓來講 最危險的 絕對不是你這幾枚飛彈 而是非軍事區附近 這些龐大的重型炮兵 包括多管火箭 包括重型野戰火炮 這些火炮的射程 其實可以對首爾這精華區 構成嚴重的威脅 你這是無解的 即使你昨天說 我把愛國者飛彈 從南部調到首爾附近 去防禦 但他還是防禦不了 這重炮的火力 剛才主持人講到 他要組建所謂的 斯巴達3000 這聽起來好像雄壯威武 好像很厲害 確實 他配備的武器裝備 他可以像美國的海豹部隊 三角洲等等學習 他的武力 裝備 絕對是一等一 但是你這個特戰部隊 要去斬首 你必須要知道 對方的手在哪裡 但是金正恩他的去處 大家都知道 搞不清楚他在什麼地方 姑且不論他有好幾個分手 比如國慶 黨慶 還有一些重要活動 通常會是他的分身或本人 誰在現場 沒有人知道 他住的地方可能有好幾個 地下碉堡 可能在山裡面 市區裡面 你根本找不到他正確的位置 也因此 即使你有再好的斬首部隊 你有再好的精準武器 可以號稱可以獵殺金正恩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 金正恩在哪裡 你完全搞不清楚 所以你空有這些強大的武力 但情資上 你絕對是非常的薄弱 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來美韓 嚷嚷了半天 但對於金正恩說要斬首 他們這個計畫 始終非常非常的不靠譜 就是因為他的情資 始終無法掌握 金正恩到底在哪裡 不能掌握在哪裡 紀文哥 我想接著問 那我不能大規模的去攻擊嗎 總算 總是打得到對不對 對 你這問題好 大家會問 美國這個金兵漢將裝備一流 要打北韓應該一如反掌 但是 這就是韓國非常擔憂的 你美國要打北韓 要用一些戰斧飛彈 或一些什麼精準的武器攻擊 絕對沒問題 但問題是 你如果攻擊的強度不夠 你沒辦法把他前線的炮兵 這些武力癱瘓掉 北韓只要有能力 我於是網破 孤獨一職 我就往你守我 請出大量的炮彈 或者派特戰部隊 大規模的禁息 到時候誰最慘 當然是南韓最慘 日本也好不到哪 他飛彈亂射 射到日本 你即使能攔截掉一半 另外一半打到日本 打到東京 你說會有多少人死亡 也因此 美國要動武他的前提 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如果要動武 要打那個 還不了手 我要把你打趴 一刀 把你頭砍斷 對 這樣才可以確保 韓國和日本的安全 這個邏輯是很簡單 但是這樣的後果 可能不是 大陸和俄羅斯願意的 你這樣高強度的打 是不是要把北韓政權瓦解 瓦解以後相關的難民 是不是要到我大陸 瓦解以後沒有緩衝地帶 對我大陸的整個國家的安全利益 是不是構成肩負性的傷害 也因此這兩國就斷然不會允許 美國這樣打 如果美國孤獨一直這樣打 只會讓這兩個勢力 擾進來 共同讓這個情勢更為複雜 這樣真的會變成世界大戰 也因此我認為 這個仗其實既有的格局限制了他 難以爆發 因此我認為未來一定是一個常態 就是這個北韓還是頻頻射飛彈 還是進行可能下一次的第七 第八 第九 甚至到他擁有完全的核武 但你美國等等對他束手無策 北韓其實策略很簡單 就是你美國既打不了 也沒辦法怎麼樣 你一定要被迫坐下來 跟我們面對面談 注意 是北韓和美國談 他要談的重點 可能大家會覺得你要談什麼 第一個 確保我北韓的安全 締結和平條約 我們知道 這個北韓和美國 目前只有停戰條約 美國事實上不承認的 也不確保他的北韓的安全 這也迫使北韓必須要 削尖的頭去發展核武 還有彈道飛彈 畢竟每年在你家門口 舉行那麼多軍演的國家 大概只有北韓 所以這個雞跟蛋的關係 到底誰先挑釁 誰先把這區域局勢弄亂 我覺得美韓他也不能說 完全和自己沒有責任 話題回到目前現實 要解決的方法 我認為似乎只有美國和北韓 面對面談判 或許才可以讓金小胖 在這個發展的動作上緩一緩 否則我覺得 他只會危機螺旋式的上升 對於整個東北亞來講 形勢會越來越嚴峻 所以美國態度還是最重要 那裕方委員 美國現在照剛剛紀文哥的分析 他可能不是不想打北韓 但是他不能保證 就像我說的 一刀拔頭砍斷 要是沒砍斷 那完蛋了 那真的就是世界大戰了 但是依照川普的性格 雖然說現在稍微說起來 比較俗辣一點 可是他會願意跟北韓談嗎 我覺得現在的其實教派 那個權力是在北韓手上 北韓我剛剛講過 他現在不會跟你談 他現在跟你談的話 他知道美方 已經開出來條件就是說 你再停止飛彈 尤其是你的氫彈的這些 核彈的這樣一個誓爆 他不願意 他現在就是說密集的進行 這種彈道飛彈的這樣一個測試 氫彈的這樣一個測試 目的就如說 我要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具備了 然後我跟你上談判桌的時候 我就跟你平起平坐 否則我現在跟你上談判桌 不利於我魚翼未蜂 魚毛還沒有長出來 我長滿了以後再來跟你談 譬如說他已經開始 大量去生產他的彈道飛彈了 他對他的彈道飛彈的研發 已經有信心了 佛星12 佛星14 他開始進行大量量產 而且這個倉庫裡面 核武的倉庫跟導彈的倉庫裡面 都已經有了至少有十幾枚 二十幾枚 二三十枚了 他才跟你談 所以他曉得 他現在的籌碼是不夠的 那就回來講說 那你美國怎麼辦 說實話川普是個生意人 生意人也有個好處 是不喜歡打仗 不喜歡死人 只想賺錢 而且說我們在這邊 講過很多次 如果北韓那麼好打的話 前面幾任總統哪一個人 不是恨金字王朝 恨了啞洋洋的 有哪一個人真的動手 也沒有 北韓其實對美國是很羞辱 當年把他間諜船 都整個浮爐 弄到北韓的港口裡面去 所以北韓是很強悍的 你美國沒有辦法 下一個原因就在於說 你有沒有把握 一下子殺掉金字囊 我的感覺這個不是要點 你要一擊打中金字囊 我認為美國有這個能力 不會 不可能沒有 因為你美國全力 你用你的人造衛星 加上其他的電訊的 這樣一個監聽 你要鎖住金字囊 本能應該不會太難 冰拉燈就找得到 問題是你把它幹掉了 然後可能北韓 早就透過中共告訴了美國說 我有一套SOS 我的SOS就是 你只要美國的一枚子彈 炸彈到了我北韓 不管我金字囊有沒有被你殺死 我所有的反擊的力量 全部打出去 我認為金字囊很可能就這樣幹 同歸於盡 對 所以你這樣子一來的話 你殺死一個金字囊沒用 他的導彈還是出去了 對不對 他的潛艦也發射過 潛射飛彈也成功 然後他有這麼多的炮 還有多管火箭 就在你首爾不遠的地方 同時就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 我說沒有把握只有拖 因為以拖待變 問題是這個拖對北韓來講 真是他所要的 現在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不是美國要不要動手的問題而已 是不是南韓願不願意他動手 南韓不要他動手 非常清楚 文在寅從頭到尾都說不要戰爭 不允許美國用戰爭手段來解決 包括最近美國講出來說 讓日本跟南韓去研發核武好了 他不要 他說我不要 那這一搞的話 我們東北亞就進行核武的競賽 這對我們韓國的安全不會變好 會變得更壞 更危險 所以他不要 我認為文在寅是個聰明人 我認為我們的國家領袖 應該也有文在寅的這樣一個聰明 你不要以為說 美國站在你這邊就是好事 好事 壞事 你要全面關照 全面的去做一個評估 沒有錯 你如果好 你拿來去研發核武 你現在就來了 文在寅講一件事 我們有什麼資格叫 北韓天子研發核武 我們自己都在搞核武了嗎 我們自己都在搞核武了 第二個 你搞核武 北韓更不安全 心裡更不安全 他會搞得更厲害 大家就搞核武 所以進行核武競賽結果 沒有一個國家會變得更加的安全 我認為日本事實上 也怕這個局面的 雖然他可能偷偷在儲蓄一些能力 但是真的要打一個公開賽 大家來開始搞核武的競賽 我認為日本也不願意 全世界畢竟只有兩個 只有一個國家是吃過原子彈的 那就是日本 而且一次吃兩顆 我覺得對他來講 講到核武他自己都怕得要死 所以這個案子 這個事情是不好解決 我看只有暫時拖下去 可能到最後就是我講的 北韓的這個單刀飛彈跟核武 已經儲備到相當能力的時候 他就有安全感了 認為你不敢再對付我了 就坐下來跟你談 然後他這時候可能就要價 可能就要得很高 那就看美國可不可以給 大家反正就是再來一個波旋 再來一個喊價 就是這樣 可是坐下來談 相對來說美國就必須要承認 北韓是一個核武國家 這是他們最不應做的事情 其實我跟你講 北韓現在也不會那麼介意 以前大家覺得說 我一定要你美國接受 我能夠加入核子俱樂部 我現在告訴你 需要你美國認證嗎 需要你美國認可嗎 現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我報給你看你就知道我要了 飛彈這個火星14型已經可以打到 洛杉磯了對不對 而且他已經有能力 把他的這個氫彈都已經釋爆完了 甚至可以把彈筒微小化了 這個北美反空司令 這個在2015年 在國會聽證會長就已經講了 他說我很嚴肅的認為 北韓應該具備這樣的一個能力了 所以你現在2015年到現在 現在是2017年了 2015年他會講這樣的一個話 表示他們已經握有相當 充分的這樣一個情資 認為北韓已經有能力 把彈筒微小化了 對不對 經過這次清彈的施暴之後 我認為美國對北韓的核武的能力 更加的不敢去小看 尤其大家都知道 北韓即使沒有能力 裝到彈道飛彈去 他的彈筒 還沒有微小化到那麼精緻的 一個程度 但是他絕對有能力 把他投射出去 譬如說他可能就用一個飛機 裝了就是一個炸彈型了 就到你所有上空丟一顆 這個能力他是有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北韓這個國家令人家痛苦 但是以他自己 保護自己的能力來講 他目前這個計畫是對的 當然沒有人希望開戰 包含日本 包含南韓 美國 中國大陸 俄羅斯 台灣 當然都不希望開戰 但是如果說最怕開戰的 剛剛委員跟這個計畫哥都講了 叫做南韓 但如果非開戰不可 南韓總統文在寅也講了 沒有我的同意 誰都不能在朝鮮半島掀起戰爭 萬一是南韓自己動尾條呢 今天選武飛彈出來了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還要告訴你的是 據說南韓還有一支 比斯巴達三百壯師還厲害的部隊 叫斯巴達三千 什麼樣的部隊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如果說就像剛才 預防委員所分析的 北韓在叫牌 而美國不敢輕舉妄動 那麼解決北韓問題 是不是關鍵在南韓呢 現在南韓的腦筋動到 要斬首金正恩 甚至成立一個所謂的 斯巴達三千部隊 敬平這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斯巴達三千 民主很兇狠 你看美國叫海豹 海豹 人家說斯巴達 怕了吧 聽起來就是有去無回 似死如歸的死事 這個斯巴達三千其實 當然構想是來自於 斯巴達三百壯士 當年的歷史上可歌歌氣 壯烈犧牲的一個戰役 對抗波斯大軍 可運用在朝鮮半島南韓 他現在韓國要對付北韓 這個其實是在9月5號 當時南韓的國防部部長 宋永武 他在韓國的 他們的國會 在召開國防委員會會議的時候 他當眾宣布說 要建立一支斬首部隊 這一支斬首部隊 擺明了就是專門對付 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而來 而且這個部隊成立的時間 是宣布在今年年底12月1號 你想想看 12月1號要建立 這樣一支所謂的斬首部隊 當時名稱也還沒出來 這個斯巴達三千 則是在今天 北韓利用今天清晨試射的 火星12的中長型的 彈道飛彈之後 韓國的軍方跟媒體 才傳出來有這個 原來這支當時9月5號 宋永武上個禮拜 所講到的這支部隊 就叫做斯巴達三千 你可以知道 其實韓國本身他的軍隊裡面 他有50萬大軍 50萬大軍裡面 基本建置了陸海空三軍裡面 他有7支的特種部隊 最著名的這個白虎部隊 就是他們的白虎團 這個部隊大家耳熟能詳的話 很多觀眾朋友們之前 大概去年看過太陽的後裔 劉大衛 就是裡面宋仲基所演的那個角色 他就是在講那個白虎團 那個白虎部隊 韓國的特種部隊 訓練都是非常的嚴格 而且經常出人命 同樣的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 也不可會言的確是骁勇散戰 過去還曾經支援過美軍 去打過越戰 所以你就知道說 現在韓國有打算透過軍方 來建置這樣一個 新的特種部隊的組成 意思就是要對付金正恩 因為北韓的金正恩 他們的一個政權的落點 就是你看他不斷的進行核釋報 目前為止釋報了6次 然後到金正恩上台到現在 短短這4、5年 已經試射了將近80次的飛彈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是採取一個中央集權 中央控制的一個手段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如果你美軍有心要打北韓 要打金正恩的話 據說日本的經濟新聞 8月29號的時候 有報導是一個消息說 美軍的軍方高層 已經提供了四項的劇本 十套的方案 給川普做一個抉擇 裡面十套方案裡面 包括剛剛講的精準的點穴 點穴打擊 點穴戰 就精準的打擊 就是像我們之前看到 川普談笑用兵 出動了神盾艦 然後派了這個軍艦 然後發射了四五十枚的巡弋飛彈 去打敘利亞一樣 這種針對他某個地點 比如說他飛彈發射的地點 或者是封吸裡的 核四的地點 他進行這樣精準的打擊 一直不斷的攻擊 一直轟炸他 或者是打金正恩的辦公室 打北韓平朗金正恩的 他所有的預所 或者他可能藏匿的地方等等 這個就是一種精準打擊 還有一種就是 直接派像海豹部隊一樣 這種特種部隊的去斬首 斬首行動 據日本經濟新聞那時候的報導 是說列在美國軍方高層給川普 裡面的劇本其中之一套 這樣一個方案 三千 不管三百也好 三千也罷 三千那就是三百部隊的 十倍的比例 那就是一個旅籍的部隊 一個旅籍的部隊的話 我就聯想到說 其實當時韓國一直有 這樣的一個建制特種部隊 尤其是以旅籍為單位來建制 很像的是美軍 美軍在2015年的時候 他就進駐在朝鮮半島 有一支旅籍的部隊叫 代號叫做幽靈特遣隊 他其實是美軍第一史特萊克級 的一個戰鬥部隊 他就是以他為師 然後建立這樣的一個斬首部隊 專門到時候發生戰爭的時候 透過這個改裝的直升機 武裝直升機還有運輸機 越過38度的停戰線 飛到了這個北韓境內 或者直倒平朗 直倒黃龍 直接對金正恩做斬首的這個行動 就像我們看到美軍的海拔部隊 摸黑 趁夜 然後去拘殺兵拉登一樣 他們的構想也是如此 可是北韓真的那麼好對付嗎 而且斬首部隊就一定成功嗎 我就要講到 先講美軍過去的案例 我先不講賓拉登那些 因為賓拉登這些 他們的一個兵力規模 跟他旁邊保護他的 你跟北韓的大軍是不能相比的 賓拉登衝擊力不就是蓋達組織 或者是ISIS 你當中不是純正規的軍隊 可是北韓他有110萬的 正規的常備的人民軍 所以我就講美軍 在1986年的時候 美國那時候對付利比亞的領導人 格達費一直想要把他給鏟除 因為當時的格達費 就像是北韓現在的金正恩一樣 是美國非常痛恨的 也是當時認為 也是流氓國家之一 然後那個時候 美軍都進行一個代號 叫做黃金峽谷的斬首行動 在1986年的時候 他鎖定利比亞的一些軍營 飛機場 還有甚至可能是 格達費的指揮中心 因為他是軍人出身 5個地方進行了一個斬首攻擊 然後出動了24架轟炸機 4架的電戰機 將近30架的軍機 然後對利比亞突襲 事後統計總共進行了100噸的 傳統的炸藥去突襲利比亞 把利比亞很多這5個地方 全部炸到變廢墟 包括格達費居住的地方 可是格達費沒有炸死他 他炸死的是格達費的養女 然後還有炸傷了格達費的 兩個兒子 其中一個是他格達費 最精銳的一個部隊的指揮官 後來他傷也養好了 所以格達費當時也沒有被推翻 沒有被炸死 那一次的斬首部隊 就被西方很多專家拿來做 認為美軍應該做一個叫犯 你這不是就是沒有完全成功 再來美國在2003年 第二次波斯灣戰爭 也就是伊拉克戰爭要開打之前 他們透過了上百名的 美軍海豹部隊跟這個利比亞豹部隊 他們的特種部隊總共1 200名 然後加上50名的 像阿湯哥這樣的一個 Tom Cruise這種CIA的 中央情報局的特工 你看看50個阿湯哥 不可能的任務 加上200名的這種特種部隊 這是很可怕的一個 這個滲透的一個兵力 前進到這個巴格達 去蒐集所有 包括當時海山 和所有他的政府要員 還有這個高級軍官將領的 所有電話和地址 然後等到伊拉克部隊 這個伊拉克戰爭開打之後 當時他們這支滲透的部隊 已經在秘密活動四個月 那時候一直有人在想說 是不是要去斬首 是不是要去打海山 結果不是 他們蒐集到一些情資地點之後 後來美軍在伊拉克的 第二次波灣戰爭 伊拉克戰爭開打之後 他就進行第一波的斬首攻擊 發射了45枚巡弋飛彈 透過在波斯灣上面的 美軍的軍艦 密集的發射四五十枚巡弋飛彈 去攻打巴格達 幾乎還出動了當時戰鬥機 投射刁寶克星的專地炸彈 GBU系列的專地彈 可是海山有被炸死嗎 沒有 經過了九個月 海山至少逃亡了九個月 經過了九個月海山才被找到 後來是被民兵找到 然後在那邊抓著他 後來是九個月之後 才發現海山的行蹤 所以其實講美軍 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來 剛我講了1986年到2003年 你就看他出動高科技武器 或者是去轟炸 你想要斬首 除非你派部隊的 像我剛剛講的那種 斯巴拿三千 你這三千個人可能有去無回 去三千可能 回到可能不到十分之一 甚至更少 可能只剩30個 甚至全軍覆沒都有可能 因為你過了第八 這個38度停戰線的話 你就可能到了北韓境內 跟北韓宣戰了 而你面對的是北韓百萬大軍 還有他周遭包圍的 除非美軍請全力 把他48000的駐海美軍的戰力 請全力支援他們 美軍也不會去犧牲他無謂的生命 他頂多是因為不斷的用飛彈 或者是用箭炮 或者是用他戰術的武器 所以派到人員前進到北韓 是南韓的構想 而且他現在離成軍建立的時間 還有三個月左右 相信他已經籌備了一兩年 因為據說從2015年 我剛剛講的美軍那支代號 幽靈特潛隊進駐之後 他們就一直以他為師 模仿他們要成立像這樣一個部隊 所以其實成立這樣一個 斯巴達3000很好 我覺得就看到時候他怎麼樣 在訓練以及實戰的時候 發揮他實際的功效跟戰力 所以大家看旁邊這個畫面 剛剛我們旁邊播那個畫面 那是韓國一部電影 叫做《石威島風雲》 他們的建制背景指著 其實就有點類似 現在他們在訓練的斯巴達3000 只是當時他們找的這些人 不見得是正規軍人 很多是黑道流氓 而這個事情曾經在韓國歷史上 是真實發生 真的有這樣一支秘密的特種部隊 對 當然這個是之前電影 坦白講這電影還算滿紅的 當然他的故事背景就是說 這一些重刑犯 甚至是有一些犯罪紀錄的人 把他組織起來 然後未來想要投入到北韓去 執行一些特殊的任務 暗殺等等 當然這個是真實歷史故事改編 這反映了什麼 就是說在南韓的領導人的心態 他們角色的層級當中 可能是有這樣的想法 通過他們的腦海 想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推翻北韓的政權 可是不要說是南韓 美國也曾經這麼想過 前一陣子這個大西洋 很有名的大西洋雜誌的一個主編 就說了 他說未來北韓 要解決北韓問題 只有四個途徑 他說第一個叫什麼 先發制人 第二個叫針對性的攻擊 第三個就叫暗殺 第四個當然就全面承認 北韓有核子武器 坦白講前三個 剛剛紀文兄已經回答了 事實上就是說 你不管是用先發制人 全面性的攻擊或暗殺等等 都有相當的風險 跟所要付出的成本 這也是為什麼南韓總統 文在寅到目前為止 都還不敢說出很重的重話 甚至剛剛佑正宜講 即便真的要發動戰爭 也是由我南韓來叫牌 而不是其他國家 因為第一線會受損 會傷害的就是南韓 講到文在寅 我一定要講 現在有一首歌送給文在寅 最適合的 譬如說 真心換絕情 真心換絕情 為什麼 因為文在寅總統 他過去是鴿派 在兩韓的政策上 他在上任之初就一直說 要加強南北韓間的對話 他還想要延續過去 金大宗的陽光政策 他自己還有一個什麼 提出一個政策 就叫做什麼 靜衰政策 就是平米 或者說平定的意思 靜衰政策現在變成什麼 金衰 金衰政策 為什麼 一點用處都沒有 你知道嗎 他從今年5月份上任以來 到今天這一次的飛彈發射為止 北韓發射了幾次 第10次 連核子 上次清淡的釋報 已經第10次了 所以換言之 他所謂的要跟北韓 跟金正恩對話 溝通的方式 看起來是沒有用的 所以說像這樣的狀況 恐怕沒有辦法 跟南北韓 可能沒有辦法縮短他們的距離 未來的兩邊的對峙 恐怕只會越來越嚴重 好 休息會 等一下回來我們會繼續討論 好 南韓的電影背上真人真事 石偉島風雲這個競評 你要補充一下對不對 2003年那一部電影 石偉島風雲 它是根據1968年的 石偉島事件所改編的 真實事件 真實事件 真有這一群特殊部隊 安政機演的這個 石偉島風雲真的是有這個事情 他當然電影會裡 比較誇張血腥 但是八九不離十 那個背景是發生在這個 當時韓戰結束之後的 兩韓對峙的這個年代 然後當時的這個北韓 當然領導人就是 金正恩的阿公 金日成 南韓就是這個蒲警惠的爸爸 蒲政熙 蒲政熙當時在清瓦台 先發生了一個清瓦台事件 是1968年1月21號 1月19號到21號發生了 當時金日成組織了一個 北韓邀兩世部隊 派了31名死士 就是暗殺了這個刺客殺手 特種部隊潛入到南韓 越過38度線 潛入到南韓 當時叫做漢城 就今天的首爾 然後要前進清瓦台 然後當時跟沿途的軍警 發生了這個激戰 後來結果南韓出動的軍警 3萬多名大軍 3萬多名軍警要搜捕 那31個北韓死士特工 結果抓了10天 圍捕10天之後 終於殲滅了29個人 一個人後來被捕了 另外一個人負傷 據說他鍍破長流 腸子都露出肚子一截了 然後就這樣子跑 用徒步的越過這個38度停戰 去這個非軍事區停戰艦 然後趕快逃回北韓 逃回北韓 經過板門店那個停戰區 附近的時候 還打死了4名美軍 而且這一次的清瓦台事件 造成了南韓死傷 有26個人死亡 66個人受傷 26個人死亡裡面 有24個是平民 你想想看那個時候 普正希多丟臉 背負多大的壓力 所以他就下令 你既然金日成 你用這種方式來對付我 要暗殺我對不對 我也成立一樣 你要找31個人 我也找31個人 所以他後來就找了31個人 在1968年4月的時候 這31個人 不是以前失業的工人 就是流氓 要不然就是這些 曾經在犯過殺人罪 關入大牢 準備執行死刑的死囚 31個人集合到這個仁川 就仁川機場 他那邊有一個廣域市 外海的一個實微島 在那邊進行秘密的訓練 1968年4月成立 所以用那個數字 68加4就叫684部隊 他另外一個正式的部隊 翻號是2325大隊之209特遣隊 後來訓練非常嚴格 訓練了四個月就有七個人死亡 你看31個人已經有七個人死亡 當時把他們組成的時候 跟他們講 只要你們試乘 把金日成幹掉之後 同意特赦他們 你本來是判死刑 或要關無期徒刑的 給你特赦 你恢復自由生 如果是失業的人 或是那些流氓對不對 給你一大筆金錢 還甚至有黃金去犒賞他們 然後他們當然就是 因為這樣誘因去訓練 訓練太嚴格 訓練了四個月 七個人受訓當中 過程忍不住了 都已經就死掉了 然後後來剩下24個人 24個人因為本來以為說 半年後就要差不多 本來說要出師了 大概8月 9月就要出師了 結果沒想到 傳來說南北韓 已經開始在談判了 談判了之後 雙方在板門店那邊 停戰線達成一個協議說 以後不要再互相派刺客 派死士 派特工 進行對對方的 元首領導人進行斬首行動 不要互相侵犯了 那個清瓦台事件 那個就算了 算了 我也不追究了這樣 兩韓開始有這個和談契機 那時薇島風雲 剩下24個人聽到消息 我們莊校委 我們怎麼辦 後來傳出說 南韓軍方有內部的密令 說要傳出要秘密處決 他們24個人 有人是這樣講 但南韓軍方沒有任何一個說辭 後來這24個人為了自保 與其你們要幹掉我們 我們先下手為強 結果把島上本來是 有革命情感的一些 看守他們的軍人跟教官 全部都抓起來 然後只留六個火口 就六個當初跟他們 交情比較好的一些教官 訓練他們的教官跟一些軍人 其他的島上的軍人全部幹掉 幹掉之後這24個 這個史薇島的死士 就夾持一艘漁船 就開到了仁川了 後來到了仁川之後 他們上了松島 從松島結識一輛公車巴士 搭公車 公車司機也嚇到 叫公車司機開著他們 往這個清瓦台的方向 就是要去漢城 就是今天的首爾 去那邊走就對了 結果沒想到後來 也被軍警攔到了 後來也是發生了這個激戰 最後因為寡不敵眾 這24個人就拿這個手榴彈 在這個公車裡面 紛紛拿手榴彈致敬 然後20個人當場死亡 後來4個人雖然留下活命了 但是後來被判處死刑 格林就槍決了 好 更多的內幕 等一下回來 對於北韓射飛彈這件事情 蔡英文總統的動作 倒是挺快的 有些元首都還沒講話 委員他都已經先講了 又是強烈譴責 還說要配合制裁等等 結果網友一面倒說 你多管閒事 關你什麼事 對 我覺得這個蔡總統 他當然可以召開國安會議 這個是有所準備 但是他說要配合制裁 我是不太懂 他可以配合哪一些事項 因為就我了解 事實上去年3月 我們早就配合安米會 我們北韓的煤礦 已經沒有進來了 今年的3月9號 我們有35項的礦產 也都沒有進口了 也就是說我們能配合的去 所以老早就配合 因為本來跟北韓的貿易往來 其實就不是那麼的頻繁 今天聯合國最新做出的決議 是說要減少石油的供應 請問台灣我們是有出產石油嗎 就這件事情 其實跟我們是一點都沾不上邊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現在有在聘北韓的勞工的 就是要停止去聘北韓勞工 請問我們現在中華民國 開放的外勞裡面 有北韓勞工這一項嗎 所以我覺得當然蔡總統 他要刷存在感 很怕全世界其實忘了 我們台灣的存在 所以他必須做這樣子的一個表態 但是我覺得表態 適可而止就好了 有一些你過度了 就覺得說 刷存在感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明明這一些 連這一次最新的安理會做出的 這一些制裁的事項 其實我們沒有一項是 可以配合的 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們還說我們要配合這樣子 為什麼幹嘛八月講一次 今天又講一次 你到底在配合什麼 你希望從中獲得什麼 美國關愛的眼神嗎 我覺得是 我覺得佑正妳講對了 就是說這一件事情 可能蔡總統有個目的說 我們跟美國是 僅僅站在一起的 站在同一陣線 我們跟美國跟日本 這本來就是蔡總統的政策 他一向就是要遠離大陸 他是要擁抱美國跟日本的 在北韓這件事情上 美日是站在同一個陣線的聯盟 大陸跟俄國 他們又是站在另外一邊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有點選邊站 我們還是跟美國是好 即使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還是可以口頭表達 我的態度這樣子 但是實質的制裁行動 其實我們是沒有一件事情 可以站上邊的 我另外要補充 我覺得南韓現在真的是 最大的苦阻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現在是北韓跟美國彼此在校正 但是南韓他受最大的傷 其中第一個傷 當然是他自己的安全 他即使受到了一個很大的威脅跟挑戰 而且文在寅總統 你可以發現他選前跟選後到現在 他的態度 他不得不做一些的髮夾彎 他選前像部署薩德 他說要暫緩 結果後來發現說暫緩不了了 因為北韓持續射飛彈 所以他就要部署 前一陣子還說不只是路上的 可能還要有海上的 就是他自己被逼得要一直轉彎 他選前告訴大家說 在南北韓關係 他是扮演一個運轉手 他是司機 他是舵手 他可以掌控這樣的關係 結果又是被打臉 現在發現真正可以掌握關係的 其實叫做金小胖這樣子 他又無能為力 然後所以在整個的事件當中 他部署了薩德 他又得罪了大陸 所以他的觀光客 就是今年我去南海一趟 大陸觀光客少了很多 少了大概將近三層 他們很多這種免 特別是免稅店 其實受到衝擊很大 所以他也很苦 然後在經貿的部分 他又怕大陸進一步 就是又來制裁他 像他們最近 他們這個本來就是飛往 大陸是搭飛機 他們都改小飛機了 就是人沒有那麼多 他們只好說因為冬天來了 大家去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南韓 他真的是一個滿大的苦主的 就是在這件事情上 他做不了決定 但是一旦 無論是北韓做任何決定 或是美國做任何決定 他都會成為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為南北韓真的是距離太近了 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今天只要經小胖 他亦有一個非理性的動作出來 第一個首當起衝的 絕對是南韓 南韓他現在 好不容易經濟已經發展成這樣子 你說他的這些半導體 他一些電子工業 他經不起任何這樣子的一顆炸彈 就是投放到他的本島去 他的整個經濟會受重創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文在寅 他真的這個總統也開始很難做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南韓的反對黨 開始在逼迫他了 因為他9月14號 接受CNN的採訪的時候 他說我們南韓不發展核武 即使是你美國 要把一些的戰術核武部署在這邊 我們也不要 但是今天 北韓又發射一個飛彈之後 他們的反對黨聲已經出來 他說為什麼北韓可以這樣對我們 我們為什麼不能發展核武 我們就應該要發展核武 才可以去制衡他 所以我覺得文在寅他未來的政治壓力會很大 因為反對黨一定會猛攻他說 你是一個軟弱無能的總統 你從選前就說 要跟北韓好好的談 還要人道援助給他800萬美金 然後部署薩德你又說 就是愛要不要的 然後現在發展核武你又不敢 所以我覺得將來文在寅他在這個政治上面 恐怕會面臨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在野黨一定會以這個為題說 你是一個軟弱無能的總統 只要北韓再試射飛彈 然後南海又束手無策的話 我覺得文在寅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來 林立 我覺得最近台灣的政治人物 很喜歡喊一句口號 讓世界看見台灣 對 但是我覺得讓世界看見台灣 你可以有很多種的方法 譬如你士大運對不對 大家看見台灣 結果金小胖看見台灣 對 這是我們不想要的 我覺得剛剛委員說 就是現在蔡英文想要刷存在感 可是刷存在感你有很多的方式 你不用拿台灣去涉入國際危機 去強化自身 去刷存在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太高明的手段 我當然可以理解是說 台灣從以前的國際情勢 你就必須要一直向美國來輸成 你看從以前的韓戰 越戰 到最近的波斯灣戰爭 或是美國入侵伊拉克 台灣都一直的來出錢 或是出人這樣子 問題是說我們得到的回報是什麼 包括了美國不買單 我覺得北國不買單 不感謝台灣就算了 我覺得最慘的就是 我們還被恐怖組織 去列入了這個攻擊目標 你說之前ISIS 對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個ISIS 有沒有 就是大家就是一個網路上 然後就把這個ISIS 要報復的目標 把所有的國旗都列在上面 我們就在上面 還在一個非常正中央的位置 對 你看見台灣又怎麼樣 大家都講說好事都沒有我們 然後壞事台灣就第一個先上榜 所以等於說我會覺得說 其實台灣人並不想要 在這個的事情上面 是被這個金小胖給看見的 再來我覺得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台灣一直被秉除在 國際情報 我們一直被 我們沒有在國際情報圈的 這個主流圈內 不要說在主流圈內 就是人家有國際情報交換 他也不會給台灣 你看包括上這幾年的 這個國際警察大會 我們這個世界組織 這個國際警察世界組織要開會 我們都沒有辦法進去 連那個觀察員都沒辦法 對 我們在很多的國際組織 都進不去 當世界各國在交換這種 國際恐怖組織的一個 國際分子名單或是情報 或是他們一些 蠢蠢欲動的活動 你台灣根本就是拿不到 這些情資的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我不知道說台灣你有什麼實力 在這一場的戰局當中 你去跟人家繳禍 人家也許甚至還講說 你是不是幫不到我們 你只是來攪局來找麻煩而已 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就是說剛剛就是 佑正或是委員都有提到說 這個時間總統去講這個話 你感覺是跟美國輸成 問題是說 你要先看看 你家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像我們剛剛一直講了 這個川普 美國都歸起來 你輸什麼成 對 連他 你看像美國包括中國 他們都是現在的 還有俄羅斯 他們都是不希望把事情給擴大 就感覺點點點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你要像美國輸成 我覺得在這個時機點 好像也表錯情了 因為人家就根本就不想 把事情擴大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去跟人家講說 我要加入制裁 你現在是想要金小胖 把你列入打擊目標嗎 就是老大覺得說 算了 我們待會再談 小弟招命一直跟他嗆聲 一直跟他嗆聲 有必要做這種事情嗎 對啊 我們反而被列入 這個打擊的目標 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我們既然沒有制裁人家的能力 然後我們如果一旦 被列入打擊的目標 你看現在我們還有反擊的能力 這個我們待會要直接談 所以我覺得說 你按照這個情況 你不如台灣安安靜靜 說實在的也有網友 一些網友講說 說實在 你知道台灣 其實跟北韓 其實還滿同病相連的 因為我們同樣是國際孤兒 北韓還更好是說 他至少還有被世界 承認是一個國家 他又何物 對啊 我們什麼都沒有的狀況之下 你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要刷存在感 讓世界看見台灣 確實現在這是一個不治之舉 好 來 今天我們講說 這個北韓如果有一天真的生氣了 要用氫彈 要用核武 來製造全球的戰爭 好 我們看上一次這一次 當然是個模擬畫面 上一次的這個核四報 爆了氫彈 我們就告訴過你 氫彈非常可怕 但是現在有個更重的危機 這是美國人跟韓國軍事專家分析的 他說北韓如果要攻擊的話 我根本不用一顆氫彈丟過去 在你家門口爆炸 我在你家上面爆炸就好 氫彈在高空爆炸 會產生一個東西 叫EMP 電磁脈衝 這個東西一出現 不管是美國 韓國 日本 還是台灣 你所有的電子設備 全部會被癱瘓 你的國家心通虛設 完全不設防 弟兄哥 確實 電磁脈衝過去來講 這是什麼東西 電磁脈衝就是 就是他核爆以後 他會釋出高能量的電磁波 他會讓你的電子設備 所有的電子設備 瞬間超窄 然後燒毀 當然軍用設備 他有的 比較講究的 他會有抗電磁脈搏的設計 他可能裡面利用一些 阻隔設計等等 總而言之 這種阻隔會設計 會讓你的 譬如你的手機電腦 本來可能1萬塊 你加這些設備以後 可能價格Double變2萬塊 簡單來講就會造成這個現象 也因此就不是普通民用的 一些設備 汽車 會考慮抗電磁脈衝 對 也因此如果說 北韓他生氣了 我不打核彈 但我搞電磁脈衝武器 我載你所有上空這樣 爆一下 你可能所有的汽車 電車 你家裡的所有電器 全部都癱瘓 不能說變成石器時代 至少回歸古代 你所有的3C產品 全部都不能用 就變成摩登民視人 你要去提個錢也沒辦法 你要去便利商店買個東西 不好意思 電腦沒辦法去判讀等等 基本上就顛覆了 我們目前所熟悉的生活環境 也因此 他的整個影響 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 也因此這種可怕的攻勢 確實是北韓 對於南韓 日本 甚至周邊國家 進行軍事威責恫吓的 一個重要手段 但是我們剛才講了很多北韓 事實上他還有一個 就不用這種打仗的方式 他也可以讓美國頭痛不已 特別是我們都知道 他飛彈頻頻試射 去年30幾枚 今年已經20幾枚 這就是他最好的武器宣傳廣告 你看他每次打 大家都是重點報導 分析他的高度 射程等等 以北韓過去的這種案例 他的武器出口 他只要錢不管你賣給誰的 像之前巴基斯坦的 中程彈道飛彈 伊朗的彈道飛彈 都是北韓輸出技術 讓這些所謂 特別伊朗 美國列為流氓國家之一 擁有這樣的武器 然後對以色列構成威脅 這就讓美國很頭大 如果伊朗不理智 和金小胖一樣 喜歡亂打飛彈 美國的中東政策 可能就要被顛覆了 另外最近的核武清代也搞出來 我清代以後 可不可以賣給伊朗 我可以賣給伊斯蘭國 我可以賣給任何 你美國討厭的國家 這也是北韓 蔚蘭可以打的牌 我沒有跟你美國宣傳 但是我用這種手法 會讓你美國防不勝防 我等於遍地烽火 你最討厭的組織或的國家 我就出售這些技術 出售這些設備 這也可以讓美國 搞得頭痛不已 來 靖平 除了電磁脈衝 我們很久以前講過 北韓一個很可怕的秘密武器 叫生化武器 這兩個東西如果出來 那是全球性的大災難 對 生化武器 其實一直專家懷疑北韓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彰彈 像這個之前在平朗的這個閱兵 去年的閱兵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背一個小小的這個包包 看起來像旅行包 然後上面有一個 我們常常去照X光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一個 核輻射的汙染那個標誌 對不對 有一個那個背包 那個是人緣西行式的 我用兩種概念來形容 我要跟大家講的一個 生化武器跟電磁脈衝 第一個 電磁脈衝的那個部分 如果看過那個 《玩命關頭》第八集那個電影 弘迪索演的那個唐老大 他要闖進俄羅斯的 那個海軍基地大門的時候 不是部隊的那個官民說 趕快把那個按鈕按下去 門打 門把它關起來 然後什麼 然後那個開始這個 電腦控制火炮攻擊 結果弘迪索他不是車上 載了一個電磁脈衝波那個炮嗎 砰一下之後 那個波就這樣出去了 那門馬上就打開了 無射防狀態 電腦全部當機了 然後本來有一個直升機 一直追著那個唐老大的這個車子 結果他電磁脈衝砰一下 因為他充電100秒之後 又砰一下之後 那個整個儀器當機 完全電子儀器不能發揮作用 他就整個墜落下來了 所以前第六次核四報成功之後 這個平壤當局 甚至後來不斷的宣傳 連續兩天 講他們的電磁脈衝研發成功 南韓跟日本就很擔心 因為這兩個國家 其實根本不設防 如果在索爾上空 100公里爆炸的話 你要知道朝鮮半島的南方 38度線以南 所有的電力 電子 通信 瓦斯 自來水 所有什麼設施 他們的生活完全完蛋了 你看那會對財經造成多大的影響 還沒到打仗的階段 用電磁脈衝就癱瘓你們所有 國民的生活 日本也一樣 美國在1964年 曾經在北太平洋的時候 進行一個電磁脈衝的 清淡的事報 就跟北韓上次的事報一樣 他在這個400公里 距離海平面400公里的高空 結果當時造成1600公里外的 夏威夷整個全島大停電 你就想想到那個電磁脈衝是 範圍 服務員多可怕 多危險 所以北韓在打這個時候 也有可能會影響他自己的 他的國土境內部分的設施 再講到剛剛講的 這個生化武器 彰彈 如果看過港片 赤道這個電影的時候 張學友也反派 當時他們就在找一個南韓 他們丟掉的一個 生化武器的東西 就是小型的核武 就像一個背包這麼大 後來好不容易找回來 要不然那個如果在人群當中 你想想看 為什麼北韓要成立 那種人員西行式的核彈步兵 就是自己背著那個核武 小型的核彈 彰彈 或者是生化武器的包包 我只要派這樣一個 一萬兩萬大軍 每一個都背著一個小型核武 就是這種核生化武器 或者是彰彈那種 我只要派兩萬大軍 衝進 越過38度線 衝進首爾 在首爾的市中心裡面 或是在那些裡面 造成人群的被攻擊 傷亡 或者是恐慌 你想想看 南韓有這麼多的大企業 半導體的科技業 還包括三星 什麼抽彈那裡 他承受得了這個攻擊嗎 第一個 所有政經 還有財經全部都瓦解了 南韓還打什麼仗 當然他可以用這個 韓國強大的軍隊 還有現代化的兵力 加上駐韓美軍去反制 但是傷害已經造成了 所以這為什麼 也是令美國總統川普 他投屬機器的地方 如果他把這個 能夠有人員吸引 就像步兵一樣 步兵不是應該背的是槍 或者是一些手榴彈 如果他把這些改成 小型的這種背包式的 轉去日本 或者是派船去攻擊的話 那個真的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美國也在極力的惡阻 北韓有可能把這種 核彈 核武小型化 微型化 然後透過用人可以運輸 或是走私出去 這幾年我們看好萊塢 拍過很多反恐的電影 動作戰爭的大片 幾乎都是這樣 在講那種核武的小型化 或是被人家偷走 或是截來截去的 就是在講說這種恐怖攻擊 尤其在運用在這種恐攻的事件上 可能會被這些恐怖分子 或是像北韓這種國家 他們要用來做成很大規模的 人心的震撼 震責的傷亡的時候 這可以達到他的戰略目的 北韓已經是讓國際社會 夠頭痛的了 剛才又聽到什麼電磁脈衝 又聽到說他可能會癱瘓 所有人的生活非常的恐怖 但是我們這時候看到 蔡英文總統還在那邊嗆聲 說要制裁這個名譽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 剛才我們其實有一點擔心 為什麼 第一 那個飛彈 如果飛到台灣的上空怎麼辦 再者 指責 還有一點 你要談一下 我們現在好像兵都不夠 對不對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來探餵我們自己 不要講什麼武力了 我們連兵都沒有了 對 嚴重的不足不是嗎 剛好玉琳先問說 剛才蔡英文 這樣嗆聲 我們起來比較 之前馬英九碰到北韓 試射飛彈的時候 在2013年他怎麼講 你就知道說 蔡英文這樣嗆聲 是好還是不好 當時馬英九在2013年 5月18號的時候 也是一樣 北韓有三顆短程的飛彈試射 然後當時的開完國安會議出來 總統府說 我們反對任何損及區域緊張情勢 鼓勵大家和平對話 結果這一次北韓發射飛彈 結果我們總統府怎麼講 武力威脅破壞區域穩定 予以強烈譴責 然後我們要嚴格執行 2375號的聯合國決議 你這樣一筆就知道 兩個總統在處理 我們跟聯合國有關係嗎 對 我不是說 我說真的 當然東亞局勢的變化 我們都很關係 我們當然有關係 對 但不要去嗆聲 不要挑釁好不好 對 不要去嗆聲 更不用講 我們之前的前副總統 呂秀蓮對不對 最近還發起了一個什麼 聯署活動要寫封信給我們的川普 還有金正恩 還發 你知道嗎 還發傳真到民進黨的立委 各辦公室要求大家聯署 我私底下這個了解 很多民進黨的立委 看到那個聯署書不置可否 不知道怎麼辦你知道嗎 對 你說要我聯署那個信 然後要給金正恩 還要給川普 那做得到嗎 對不對 他應該是寫英文吧 對 有中英文 還有中英文 然後下面還有表格 然後聯署的表格 做得很精緻 可是我是不曉得 到底有幾個委員 已經簽聯署了 那再來講到就是說 台灣的軍力的部分 當然今天平民媒體也報導 大陸報導 就是說台灣接下來要走 全募兵制 坦白講 我們知道83年 義務役83年以後 這個就全部改募兵制了 事實上83年次以後 只要服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就可以了 好 那到底募兵制 我們的人數到底足不足 今天就被問及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募兵制 達不到我們原先的軍事構想 就是說這個充足的兵員 我們本來是構想 是21萬5000人 結果我們看這個預算 明年的預算一邊 只達到多少 17萬3000人 而且這17萬3000人 還包含是1萬個人的什麼 義務役的阿兵哥 好 換言之 明年1萬個阿兵哥義務役 如果他們退伍之後 我們的兵力 對 都更少了 這樣撐得起我們的國防武力嗎 我們撐得起我們的防衛作戰的力量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更不用講明年的預算 還少國防預算 賴清德 重新編國防部的預算以後 還少了39億 成為各部會 刪減運算最大的苦主 事實上我們只是想問就是說 連這個什麼 我記得之前美國 有一個很知名的記者 還說什麼 明年有可能怎麼樣 共軍會來犯 因為他們覺得大陸 這個十九大之後 然後也預見就是說 台灣的和平統一 可能不可能實現 所以明年是一個軍事危機 相當嚴重的一個時間 在這種各個條件 都不利的狀況下 沒想到我們的國防預算 跟我們募兵制的人數 都這樣嚴重不足 這個缺口到底要怎麼補 就成為現在賴清德上來之後 甚至蔡英文政府 現在最大的難題 當然我們要講 募兵制這個政策 是誰最開始的 可不是國民黨 是阿扁的時候 最早提出來的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很承認 當時我還是年輕人 我聽到這個政策 我也很開心 贊成 對 因為聽到 年輕人聽到 不用做兵 大家很開心 但是說真的 當然他們提的 結果誰買單 馬英九政府買單 事實上很多的政策都是如此 不管是郵電雙掌等等 當然馬英九是要承擔苦果 可是這個苦果 不是只有馬英九政府而已 是全民 因為現在已經很明顯了 連去年立法院的評估報告 都講到了 就是說我們的邊線比 嚴重的不足 所謂邊線比就是說 我們的募兵 我們募兵的人數 跟現有實際募來的 每一次都差10幾% 到現在為止 都還差1萬多人 換言之 我們實際上 在整個社會環境 甚至你看我們現在年金也要改革 當然我們軍人的年金改革還沒到 如果到時候 夏衛期 對 夏衛期就要處理了 年金改革 一把軍人的年金又刪了 又減了 怎麼會讓更多的人來投入國軍 對不對 換言之 在坦白講 現在是很多環境不利於募兵制 這個是政府必須要面對的 當然這個假設 我們的國軍的實力不足 然後我們現在的武器 蔡英文提了很多 要潛艦國照等等 這就都達不 不要說達不到 這都很難達到 我們又兵力嚴重不及 未來兩岸軍力的失衡 只會更嚴重 兩岸軍力的失衡會有多嚴重 今天告訴你的是 我們的兵剩下17萬 但其實我們應該要招好招滿 是21萬 當你短掃了這些兵的時候 出現的第一個叫國防缺口 第二個叫做 凸顯少子化問題的嚴重 第三個叫做 年輕人價值觀的錯亂 還有年輕人可以不用當兵 美國老早提出警告了 你在對付北韓的時候 想跟美國再在一起 現在台灣國防武力不足 連保護自己能力都沒有的時候 然後美國給你的提醒 蔡總統要不要停一下 休息一下 好 我們的募兵出現了大缺口 現在就差4萬4 蔡總統你拿什麼來補 而且學者都說 你這樣的話 2035年勢必要走回徵兵制了 博弈 連美國人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的問題所在 但蔡英文總統 好像都沒有聽見 其實我剛才要先講 我有當兵 我當是憲兵 沒有逃兵 其實所有當兵的人都知道 我們義務役的問題就是 進去了 就是開始吃饅頭等退伍 說要打仗 真的是不要再傻人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個國家的強弱與否 跟他的職業軍人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狀況就是 我們的軍人到底有沒有尊嚴 到底有沒有被重視的感覺 這其實我在當兵的過程當中 是完全沒有感受到的 我們對於推這個募兵制 我其實就想法而言我是贊同的 因為他主要是希望 能夠招募到一些精實 有戰力的兵 可是這實際上 必須要很好搭配 跟一些措施來配合他 不是單純的那麼簡單 不是說我們拍一拍什麼偶像劇 或做一些很漂亮的一些 國軍的這些招募廣告就有用 當然除了最基本的就是說 薪水上的增加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怎麼樣恢復我們軍人的尊嚴 跟榮譽感 因為當我們的軍人 有榮譽感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盡全力 他自然就會讓我們的軍力更強盛 如果沒有的時候 當然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 包括軍公教的改革等等的 常常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軍人被污名化 所以我覺得蔡政府 現在真的首先要做的 如果他真的想好好的 推動這個募兵制的話 他真的需要好好的想辦法 恢復我們軍人的尊嚴 跟讓他們有榮譽感 因為當他們能夠做到這點的時候 我相信募兵制才能夠順利的墨下去 而不是造成我們現在兵力差這麼多 說真的要打仗 我相信軍人你隨便問10個 有8個都說他們不可能 有辦法勝任這個很重要的任務 所以蔡政府真的好好想想 要怎麼樣讓我們的軍人 做得有尊嚴 包括了像國外的軍人 他們對他們自身的榮譽感 跟我們台灣的軍人 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我們必須要學習國外的精神 我們的軍力才有可能更強盛 國力才有可能更壯大 軍人在台灣沒有榮譽感 也不是一天上電視 要榮譽感先把部長換掉 不然就不用多談 不過講回來 所謂募兵徵兵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蔡英文總統 我們現在的兵力這麼少 你敢不敢恢復徵兵 你敢不敢恢復徵兵 我只問你這個問題 恢復徵兵所有問題迎刃而解 不是嗎 但我也知道答案是什麼 當然不敢 我要恢復了徵兵 我選舉的時候這些年輕人 票還會投給我嗎 票票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就是對於你的選舉考量 還是對於國家安全的戰力考量 我覺得孰輕孰重 當然是選舉考量重 選舉 我說說對總統來說 你說我做的結論嗎 我說對民進黨政府來說 當然選舉考量重 國家安全怎麼樣 我都搞台獨了 我還怕 不是 我是以國家大義 在跟你說 我是以民進黨的角度 在回答你 我覺得如果說 他不想扛責任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以回到立法院 再來做通盤檢討 但是就是說以今天立法院 就是送來的107年度的 預算的報告書 就已經可以跟你 很明顯的講到了 就是我們到現在 只差三個月 就這個募兵制就要再上路了 問一是募兵制 還沒有全部落實的時候 現在兵力已經嚴重的不足 剛剛子澤也講到了 本來應該是21萬5千人 對不對 現在不但連基本的 17萬5千人都維持不到 只剩17萬3千人 我都很難想像說 你現在還沒有在上位 還沒有完全的實施募兵制 你的兵源就已經不足了 如果你在完全的募兵制 上路之後 我們不是更 這個兵力不是嚴重不足嗎 好 剛剛大家就有討論到說 為什麼我們募兵 大家就講說 募兵感覺好像不是最近用 譬如說拍電影 拍電視劇 極多收視率超爛 對 這個不要講 對 那就是他給你很多很多的福利 為什麼我們還是爭不到人 募兵制 好 那你說你要實施募兵制 你不敢取消募兵制 那我們就來檢討 為什麼募兵制 你找不到人 這總可以吧 當然大家第一有談到 這個少子化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年改案 剛剛大家也提到 就是軍人年改 軍人的年金改革 下會期就是優先了 所以說你要現在 你能夠坐滿20年領終身縫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因為你要撐20年 你可以領到終身縫之後 現在又要被砍 我覺得吸引力很低 我每天乖乖跟你守在軍 你24小時Standby 外面這個世界海闊天空 我覺得很多的這個吸引力 就會讓人家 搞不好撐不到20年 你加上你的福利又被一直大減 當然就是你吸引力又更變少了 再加上說好 剛剛大家一直講說美國人 就一直怎麼樣 就是講叫做什麼 當兵的一個榮譽感什麼什麼 台灣有嗎 台灣也沒有 國軍形象一直被重創 最近不是才有一個新聞說 你連一個迷彩服 去洗一洗 然後就褪色了 或者是說就破掉了 變成薄沙衣什麼 今天又有一個最新消息 就說什麼 連這個阿兵哥吃的蛋糕 對 都還發霉過期 那伙食又這麼差 你那個形象就一直這麼差 你是未來日期 但是是發霉的 對 我最後要講到是說 我們剛剛一直講說 台灣做很多的動作 一直在跟美國輸成 美國就已經跟你講了 7月份的時候 那個前副不是率了一個代表團嗎 去見了這個 前國國防部的一個高階官員 他就明確的跟你表態了 他就說美國其實是反對 台灣實施募兵制的 他的理由很簡單 他就說因為現在台灣的安全 完全是靠中國的自我克制 跟美方可能的介入 我說好 他說 你美國現在內部可能會介入 問題是你到了4年後 8年後 你台灣能夠如何能夠自我防衛 所以美方也一直在強調說 你要台灣能夠自我防衛 你不要一直想到 一直靠別人想要來保護你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最後要講的是說 你看連瑞典 連我們知道說國際上的一個 中立國瑞典 他在今年的3月 就已經取消了7年來實施的募兵制 他又回到了徵兵制 因為他覺得說 俄羅斯蠢蠢欲動 還有一些國家蠢蠢欲動 所以他本來以前是 他在2010年開始 他就取消了所謂的徵兵制 他實施募兵制 就他今年3月又恢復了募兵制 然後你再加上 我們鄰近的國家好了 每一個都是飽受這個威脅 像南韓 新加坡 以色列 這些國家 就是我覺得台灣的處境 其實跟這些國家是一樣 大家都不敢取消 斷然的取消這個徵兵制 你除非你跟我講說 現在兩岸 兩岸關係非常的和平 到時候你完全不需要 自我軍力的一個防衛 我覺得如果說你 而且事實上你如果再去比較的話 其實台灣的軍 這個從軍的比例 已經算是最低的 台灣只有0.78而已 你相較於南韓的1.2 新加坡的1.3 以色列的2.2 我們連1的從軍的人口都不到 已經人口這麼少了 再加上剛剛不是有提到 我們現在疫期只剩下4個月 我很多當兵的朋友 他們都說這根本不是當兵 根本就是只是一個下令營 一個暑期下令營 你現在疫期這麼短 然後又就達不到 當兵的一個效果 然後我們的人口比又這麼少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 全面走向募兵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說 難怪台灣大家現在 會對國軍的一個不信任 已經高達66%了 我補充小玉 你剛剛講為什麼要有 那個疫期4個月你知道嗎 那是因為如果連這4個月都沒有 我們就沒有辦法建立 龐大的後備部隊體系 對 後備部隊要幹嘛 上去 就是一旦談 因為我們的憲法規定 還是國民有繳稅什麼選舉 扶兵役的義務 所以這個憲法規定 我們只是修法 把這個義務的這個疫期 縮短到只剩下4個月 所以在大學的時候 寒暑假2個月 2個月 這樣子好像下令營式的 把它訓練完 提供義南基本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怎麼樣拿槍 怎麼樣使用槍械 怎麼樣基本的一個動作 力證掃吸 軍事的一個訓練 但是如果這4個月都沒有的話 那就表示 這些義難沒有辦法 進入這個兵員的 他的一個造冊管理 兵級資料的一個管理 一旦發生台海的這個戰事的話 你要廣大的這個動員 你根本沒有後備部 像我們這邊 還沒廚藝的在場來賓 男生還有觀眾 大概都是後備部隊 我也是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那4個月都沒有的話 你跟妳講 我們台灣不是號稱 有這個百萬後備部隊 可以動員 但是真的打起來 這百萬後備部隊 還在多少 是不是已經搭了飛機 或是想辦法走私 或是私逃出去了 就是 所以今天真正的國家安全 國防需要 保護會台澎金 你需要的兵力是什麼 還有 講到除了人之外 錢也是很重要 不要忘記國防預算 每年3000億元新台幣 你一直沒有辦法突破3% 現在還砍 對 現在還砍 賴清德還砍了39億 不管是你從林泉 木酸政府 到這個賴清德也好 都是一樣 你沒有讓他增加3% 馮世光 這個以前一直喊著爭取 你現在也不敢講 也不吭聲 你蔡英文也沒幫國軍爭取 所以3%也好 3000億元也好 都達不到這個標準 你知道國軍 國防部的國防預算 一年 他大概就分人員維持費 作業維持費 還有軍事採購的這個費用 這三大區塊 現在每年的人員維持費 因為募兵制的關係 逐年的這個資金 幾乎快要到2分之1 將近2分之1 還不到了這個比例 你就知道說人員維持費 你作業維持費 是因為你買了很多武器 但要進來 你要必須他的維修 補保 零件等等 有很多都是靠這個 軍事採購你又不能說不要 你現在蔡英文又要砸大錢 要投入了這個 未來的幾年 8年之內的 什麼國建國造 潛建國造 這個戰鬥機國造 就所謂的基建國造 這要投入這麼多錢 請問我們有那麼多的錢嗎 你有那麼多的錢 能夠辦這麼多的事情嗎 你募兵 你就算把這些兵員 先不管講了 已經只有17萬3千 不到他21萬5千了 也不到19萬6千了 不管少1萬2萬 每一個人要支出的 都是國防經費 你哪來那麼多錢 你要先給國防部錢 你如果要強調十四募兵 所以我覺得 常常政府在做的事情 就是手數兩端 我只是做表面功夫 難怪軍中跟著你有樣學樣 跟著你政府學表面 因為你根本就不重視你的國防 其實蔡英文 你說要不重視國防嗎 或是不重視國家安全嗎 沒有 他很重視安全 他很重視自己的安全 政軍兵推上來拚命的做 然後人家是萬軍車 他搞個萬軍直升機 一個如此重視自己安全 還規劃了逃生路線的總統 反過來在全民安全意識上面 卻低砍國防部的預算 然後還讓我們的原額這麼的不夠 然後不想辦法補 但是他很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在蔡英文的思維邏輯下 難道是我們打問號 難道是發生事情了 我跑得到就好 你們自己想辦法 我講一下 這個預算少39億對不對 可是佑正 你要知道我們的軍公教 不是調薪3%嗎 換言之 這個預算是已經再加上 調薪3%以後的預算 換言之 如果不加上這個3%的預算 我們的預算 現在的國防預算 是要更低 而且低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國防部的人員多 十幾萬 所以說你要知道 這國防預算 坦白講 這一次減少了經費之多 已經讓國防部內部的人 都有一點 有一些心生不滿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口口聲聲說 要幫國軍增加福利 甚至就是說什麼武器 怎麼樣要升等 要升級等等 可是在國防預算上 去顯現不出來 之前大家記得嗎 美國不是一直在告訴我們 說你的國防預算 你不到GDP的 他們希望GDP的3% 可是我們從蔡英文上來 第一年就編了不到GDP的2% 現在我們因為預算更低 所以就更少了 所以換言之 我們國防預算 已經不管是美方的期待 或甚至我們國防部內部的期待 可能都不足了 而且剛才在講就是說 好 那蔡英文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知道他關心了什麼 他關心自身的安全 我們還記得嗎 他採購的那個很安全 兩台加強防護的轎車 不就多少 2000萬是不是 2500萬 對 是不是 Audi 一台2500萬 對 一台2500萬 對 我意思是說你這樣兩者相較 你就會覺得說 國防部看了這個 一定很細心 就是說你對自己的自身安全 這麼在意 結果你對整個中華民國的安全 感覺好像沒什麼事 民進黨最會的就是整天在恐嚇我們 說你看大陸要打過來了 大陸要打過來了 整天在恐嚇我們 結果他們把總統保護得非常好 然後保護我們的生死 好像置之獨派說 你們就是水人夠死命 這是我們國防上非常荒謬的事情 對 剛才我們有一段 還講到這個迷彩服 我今天還帶了迷彩服來 前一陣子有 洗完會有一個嗎 對 洗完變薄紗 對 就是這一件 這個數位迷彩服 是今年國王部才做出來的 然後前一陣子就有人反應 就是阿兵哥拿回去洗 洗了幾次之後 當然這個還沒洗過 這是新的 結果就透明如薄紗 本來是深綠色 後來變淺綠色 後來變成透明 我的意思是說 坦白講 如果阿兵哥連一件衣服 像樣的衣服都不能有 那他怎麼去保衛國家 我們的國防如薄紗一般 對 真的很誇張 對 我們防衛力量 對 但是海軍陸戰隊 不是要在地上滾 爬什麼的 摸什麼的 對 所以說你看像這樣 坦白講 見為之助 你連這個第一線的阿兵哥 你都不可以給他好的東西用 你怎麼12台說 他做一個軍人 怎麼會有尊嚴 怎麼會為國家犧牲等等 整個國防預算 到整個國防預算砍39億 到一件小小的迷彩服 都可以看出蔡英文對國防 對中華民國國軍 或國防力量的維持 她的心態是如何 對 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一次的整個預算 為軍工叫調薪 但是他大砍國防部的預算 他砍最多的39億 這一點我其實是不能理解 因為事實上國防的預算 無論你是哪一個政黨 大家都覺得他有他的必要性 就是不管是藍的執政也好 綠的執政也好 照道理來講 你如果今天覺得說 各部會有一些浪費的情況 應該要縮減這一些開支 絕對不是從國防預算先開刀 因為他的比例 幾乎是達到1.2% 我覺得這個對很多國軍的士氣來講 他們一定會覺得說國防部 現在到底是不是我們蔡政府 很重視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100分部長 怎麼都沒有講話 是不是他在這件事情上 又是奉承上議 然後又不敢做任何的表達 其實各部會首長是這樣子 你如果強悍一點 你努力去捍衛你該部的預算 你會變成被砍的最少 如果你這個部長很軟弱 反正上面說要砍了 那我就逢迎上議說要砍 然後就配合他砍 你當然會變成被砍最多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討論 這個國軍的問題 蔡政府上任以來最大敗筆 就是他用了一個 不是人的部長 你用了這樣一個部長 請問你以下 會爭到什麼樣的兵 大家一看到說 你這個整個國防的體系 領猴的是這樣子的人 我原來我跟你講 莫普說一下對不起 我甚至懷疑什麼 我懷疑39億大家說 被砍最多的有沒有 搞不好馮詩寬自己自願的 我砍39億要補你們加薪 我自願 我剛剛在講的就是說 各部會的預算都是這樣 看哪一個部長 最後去捍衛自己的預算 他在內政 在那個行政一定是廝殺 別人的部會一定要廝殺 那就看你要不要捍衛 你如果是力爭到底 你是不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覺得你有被壓迫 你覺得這個是不該砍的 你甚至不洗還跟媒體講 你就大勝 過去我們看到有個部長很強悍 就是這樣子 那做一個國防部部長 你的國防部的預算 你都捍衛不了 你竟然會這樣子變成 被砍最多的部會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適格 那我們如果說 為了我們軍人的整個 你說要募兵做得好 你的社會地位 你的尊嚴一定要有 這個是最根本的 如果在整個社會上 大家看待國軍 其實現在充斥的是一個 比較負面的 不好的形象的話 你說能募到多好的兵 能募到多少量的兵 我覺得都很難 好 廣告之後回來 再聽紀文的意見 我們休息一會先進廣告 我們這個募兵是嚴重的不足 但是我們又不敢改徵兵 對不對 紀文 確實徵兵前面講到 是政治自殺 但是根據我們的了解 民進黨一些智庫 或者一些機構 他真的有在研究 恢復徵兵 只是未來他們要考慮 明年的地方選舉 他們選得怎麼樣 如果他們選得不錯 他們認為有民意基礎 他們或許會比較高的可能性 推恢復徵兵 另外一個解決的方案就是 就是強推永固案 永固案就是 國軍新一波的採檢員額 可能把原先目前的21萬5 未來採檢到19萬到17萬之間 讓你現行的整個員額搭配起來 你就可以達到你說 最低的戰力指標的要求 未來大概就是 就只有這兩條路可以走 就是要嘛就是恢復徵兵 要嘛就是採檢部隊員額 另外我們兩年前 其實國防部有安排 我們很多軍事記者 去參訪國軍的一些野戰部隊 當時邀訪了很多陸軍的基層部隊 當時我們得到一個印象 從北到南的國軍單位 特別是野戰部隊 像裝甲旅 砲兵旅之類 越往北部 他的邊線比越低 南部可能有8成5到9成 但到了北部以後 可能只剩下7成多 所以北部的部隊缺緣的狀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且過去來我們發現 不只是兵缺 發現軍官 士官都缺 野營使前一陣有所謂 士官轉軍官 是亂七八糟 但是現在發現 士官也不夠 這樣怎麼辦 是不是要兵轉士官 野營使我認為 未來國防部或許 必須要好好檢討 你是不是真的要那麼多部隊 乾脆就實事求是 你把部隊矜持到 可能19到17萬之間 既符合未來台灣少子化 這個社會特色 也符合普遍年輕人 不太願意當兵 你爭不到那麼多兵 我認為這個或許是一個 比較可能的一個解套方式 好 我們繼續來談談 現在這國際局勢很緊張 這個要面對北韓的問題 其實這個美中恐怕都是要 好好的來協商談判 可是近平 講到美中之間的關係 據說在2001年對不對 16年前 當時曾經什麼 差一點擦槍走火開戰 這是一段什麼樣子的歷史 那一場中美大戰 真的是非常的驚險 有可能就一觸即發了 因為這是在2001年4月1號 發生在大陸的海南島的東南方 這個70海里 大概是110公里的海域 它的空域 當時是美軍的EP3電針機 到大陸的海南島附近的 南海的上空進行一個偵察 然後大陸的解放軍 緊急出動了兩架殲8的戰機 進行這樣的一個驅趕 因為第一點 當時美軍的EP3電針機 它偵察機已經侵入了 大陸的專屬經濟的海域 它的領海上面的空域 等於是大陸經濟的 一個海域的範疇 等於為了宣示主權 希望美軍盡快離開 第二點 這個EP3偵察機 它以當時的性能 它雖然是一個 不是算這種高速的 它這種大型的 長32公尺機身 然後飛行時速大概是在 650到780公里的 這樣一個大型的偵察機 它的機上就有24名的 美軍的官兵 當時它進行的 就是對大陸沿海的 一個偵察任務 中方也知道 大陸知道說 美軍的EP3電這個偵察機 在海南島離它 大概110公里的海域 其實也可以 幾乎可以偵測到 海南島陸地上 他們解放軍 如果陸地上有基地的話 會議室裡面開會的內容 可能都會被這個偵察機 它所監聽到的內容 全部一五一十多 給偵察監聽陸進去了 所以急於要趕快把它 給趕走就對 所以後來緊急升空了 兩架兼8的戰機 一架是王偉駕駛的 後來當時兩架戰機起飛之後 逼得美軍的EP3偵察機 已經快往外擴散 就要往外移了 他們認為說任務結束了 就準備啟動訪韓的程序 結果沒有想到 原來EP3是做一個假動作 它往外移 並沒有真的要飛走 它又繞回來 而且又飛到了 兩架解放軍戰機 尖霸戰機的上空 站住有六位置 當時這個位置是離 王偉駕駛的遼機比較近 所以那個王偉當時 他年輕其實他33歲 然後開著這個尖霸戰機 然後又想要展現一下 彼此互相較勁 中美雙方互相較勁 然後彼此又想要展現一下 彼此飛行的一個飛超技術 所以王偉他也想要更破鏡一點 沒想到這個沒破鏡 你知道他的機型 一個是解放軍的尖霸戰機 他是長22公尺左右 他比那個32公尺長的 一長又特別寬的 這個EP3偵察機還小一些 然後就發生了差狀 差狀了之後 這個王偉駕駛的尖霸戰機 就失勢墜毀 他緊急在墜毀之前彈跳 彈跳了之後 在這個大海 雖然有衛星定位系統 找到了他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他已經就殉職了 為了這件事情 當時另外一架掌機 就是趙宇殺手駕駛的尖霸戰機 立即要準備對美軍要鎖定他了 然後當時因為美軍 他這個EP3已經受創了 所以那時候趙宇就透過無線電 回報了指揮部 基地的塔台說 他要不要這個應不應該下令 他應不應該直接開火還擊 然後當時指揮部為了怕說 引起了中美之間的大戰 怕這個插槍走火引起更不要 擔心引發軍事衝突 就說算了 先不要開戰 還是先逼他離開 因為他後來這個也受創了 所以只好跟著趙宇駕駛的 這個尖霸戰機 隨後降落在海南島的淋水機場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長途飛行了 所以後來才經過這個一兩個禮拜 中美雙方的一個交涉談判 然後兩度說Sorry 遺憾的字眼等等 後來大家就知道 這是最有名的聲音 當下那個氛圍 就是趙宇當時的回應 如果指揮部解放軍的高層 當時說開火 那是不是美軍就準備開戰 因為美軍被開火的話 他一定會反擊 他一定會fighting 所以那個氛圍經過這一次的 前海經會副董事長高孔蓮 他到了這個大陸去 因為當年的這個 尖霸戰機的駕駛趙宇 他現在已經變成這個 大陸設台辦的官員 是四川省台辦的副主任 所以經過他跟他交流 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才想起來 那一年16年前 那個時空背景是驚險 才知道說 原來16年前幾乎差點 差點上演一場中美大戰 好 休息會先進網告 馬上回來 當年的美中差點開戰 當時的危機 反而變成大陸的一個轉機 紀元 確實 這幾年我們發現 解放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技術進步 就是他電子偵察機 這個進步神速 這幾年頻頻穿越第一島鏈 或在我們台灣周邊活動的 除了大家耳熟能像 像轟轟6K之外 最重要就是運8 運9 所修改的高星系列電子偵察機 這些電子偵察機 我們看他的整個結構 幾乎就像美國EP3 這種電子飛機的復刻版 它外面的整個電子天線 整個結構 布局 運用的方式 幾乎都與美國的EP3 但如出一折 後來也有網路 還有一些大陸方面傳來消息說 當時EP3破這樣 淋嘴機場以後 美軍其實來不及銷毀 所有的儀器和資料 讓大陸方面 有機會近距離看 這種最先進的電子偵察機 它裡面布局是怎麼樣 一些相關的設備 據說還下載了大量的 一些相關的程式 後來進行一些破解破密 破了幾萬條 當然這種說法 其實有待商榷 但不可否認 藉由觀察美國的EP3 整個結構 對於大陸修改出 類似一個電子偵察機 那也帶有一個關鍵的 一個輔助的作用 讓解放軍空軍或海航 這幾年它的電子飛機的 整個硬體技術 軟體技術 還有相關的戰法戰術 這快速精進 對於不只國軍感到 電子製作戰的壓力很大 對於臨近的像韓國日本 駐韓駐日美軍相關部隊 他整個電子偵察能力的 快速增強 對於中美博弈來說 他等於越來越有好的籌碼 特別是高科技的籌碼 來 靖平 其實從當時 中共的總書記江澤民 到國務院總理副總理 還有軍方的所有的 都要求美方一定要表示道歉 但是美方如果道歉的話 這不就是承認自己錯誤了 那就要賠償了 所以美方堅持不道歉 不用Uppage 只用Sorry 就是表示遺憾 所以剛剛金文哥講到說 為什麼大陸的解放軍 他的一個電針技術能夠精進 就是因為當時美方 本來要派他們的第一線人員 去直接到海南島淋水槳 去修復EP3 然後讓EP3可以順利的返回 他原來的這個地方 可是老公就不答應 你原機降落到我這邊 你必須全部全機拆解 拆解完之後 還不能用你美方的飛機運回去 因為他不信任美方 美方更不信任大陸 問我為什麼要讓你的 中國飛機載回去 然後折中 你就找一架 俄羅斯的運輸機 幫你把這個EP3拆解下來 所有的零附件的機體 運輸機幫你載回去 然後那20幾個美軍的官兵 EP3上面有美軍的軍人 全部被扣留 他們在裡面待了 從4月1號待到11號 總共11天 你在11天的這個時數 也花了這個 老公3萬多塊美金 你這個時數你要自己付 我幹嘛幫你付 我沒辦法把你當成戰俘 就不錯了 所以類似這樣的一個談判 然後最後才有把這個 再透過美國駐華的大使 正式遞交一個自欠信 自欠信使用的英文就是Sorry Sorry其實我們在講 都是這一次抱歉 什麼之類的遺憾 可是美方一直解讀說 他們講到的外交情就是遺憾 兩次講遺憾 從當時這個美國白宮 到這個國務院 都是講到鮑威爾 在協調的時候也是這樣 可是大陸就覺得說 這個Sorry除了講遺憾抱歉 我們中文可以翻成是 道歉 對不起啊 這個大家互相是差來對 重點是他們拖了11天 把那個機器像剛剛進五個講的 拆解差不多 然後程式也拿了差不多之後 好吧 你拆解完運回去吧 所以也變成解放軍和大陸